當地時間10月28日,美國總統拜登在特拉華州就總統大選進行提前投票。 拜登投票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,11月5日是美國大選投票日, 但美國多州允許選民提前投票。 今年一共有47個州,加上哥倫比亞特區開啟提前選舉, 比2020年多出15個州。 首批郵寄選票9月11日發出,明尼蘇達州、南達科他州和佛吉尼亞州等地 從9月起陸續開始提前現場投票。 根據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選舉實驗室的數據顯示, 截至當地時間10月27日下午,全美已有超過4,100萬名選民進行提前投票。 數據顯示,郵寄投票和親自投票的比例各佔一半。 目前全美共計計回近2,100萬張郵寄選票, 而提前投票站共計約有2,050萬張選民親自投遞的選票。